试着找出f等于x平方加8x加2的最小值 好那要找出最小值的话呢 其实它就是什么意思 最小值其实它就是要找顶点 那顶点的话呢 你就是可以代公式 或者是配方 好那本人懒得被公式 其实你问我公式 我还真的不太能够记得起来 那我们就直接用配方吧 f of x等于 这里呢x平方非常的单纯 系数是1 所以不用提负号 也不用提出它的其他的系数 所以就直接写x平方 再来加8x 广号之后呢 把常数上丢外面 接着我们要配方 配多少 8的一半 所以呢就加上4的平方 好 加了绿色的4平方 外面就必须要扣掉 好那因为它前面没有带负号嘛 所以前面就变成是正的 那我后面就变成是减16 好哦 单单啊 来 整理整理 好啦 所以我们整理完之后呢 我就可以知道我们的顶点 就是我们的最小值 就是当 x等于负4的时候呢 我们的最小值 就是负14 但是 就是负14